美国的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在日前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 大幅淡化跟删除了 就是调整 它有调整 调整美国跟台湾之间的 外交关系的敏感的调整 它稍微做调整 比如说台湾代表处 台湾代表处在美国的华府 台湾代表处 它会做一个调整 然后它是这个总共是17票比5票 因为美国的外交委员会参议院 美国的程序大概这样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来提案 通过之后送到美国的参议院大会 这个大会 美国参议院总共100个 它的主席是副总统就101个 他都单数投票的时候 有50对50 但是还有一票是副总统 那这一票就决定了关键的 当然这个机会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比如说都会有一些差距 48比52或多少的 这种状况都会有一些差距 一半一半这50比51的 非常少见 那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 要在它的国会明年 医院届满的时候来通过 所以它会赶在2023年之前通过 这个参议院通过了 再次叫众议院 众议院通过了 美国众议院总共四百 四百 四百三十五行 那通过了 那这个会送到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 要不要批诊通过 大部分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了 美国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总统通过 就公告实施了 很少有代宗否决 有时候有代宗否决 就是总统放了口袋 放在口袋里面他不公告 过了十天之后 他一直没公告 这个没有生肖 这个很少 美国也很少用代宗否决 美国总统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 这个参议院是 掌握的是立法权 大法官掌握的是司法 法院掌握司法 美国总统掌握的行政权 因为美国总统制 这个美国国务卿 美国总统副总统 那国务卿 国务卿是负责 大部分的对着 百分大部分 都是对着外交 因为美国是个外交大国 国力 国力就是外交力 这是很清楚的 那个 这个修正版的军事部分 大幅体内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攸关台湾军援的 第204条的 这个台湾安全协助倡议 现在 它修正版改为 台湾安全战略的现代化 那我们可以看 这一个很清楚 我们看未来跟现在 它原来的版本 这个条文 我们可以看 这个在大家的左边 这是原来的版本 后来参议院 后来这外交委员会通过了 是右边的版本 我们看原来版本是什么 我们再来一一来做解释 这样大家整个都非常的明朗 美国的这个台湾政策版 台湾Policy Act 它里面的这些内容 还有它调整考虑的政治角度 第一个就讲 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我们到Tekro 就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那个我去过非常多次了 在Wisconsin大道 我就坐地铁 你到Teletown 叫做Teletown 或者是Friendship High 我们如果拿中文翻的话 叫友谊高地 因为它在两个中间 我坐地铁 有时候到Friendship High 有时候到Teletown 在一个station下车走过去 有时候去理法 我都要到那边去理法 因为那边有一家越南店 它理法非常便宜 就13块美元 它把它理得非常好 服务也非常周到 它是个越南人 其他美国人 它理理法对我们东方人 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在美国华府 当研究员的时候 就是这样 常常去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它希望能够更名 在台湾代表处 这原来的条文 它希望更名为台湾代表处 在后来怎么条文 将代表处更名列为 国会意见建议性的表达 由国会来表达 看看是哪什么比较好 它后来就做调整 它不要之后 就变成台湾代表处 这个政治上考量 因为美国是在那三个角度 第一个它要一中 美国的一中政策 因为要签了八一七公报 签了建交公报 签了上海公报 那既然签的话 上面讲了一中 那既然美国讲了一中 那讲台湾代表处 会不会有一中一台 这方面的疑虑 那我们送到参议院 送到大会 大家去讨论 加上大会讨论 如果还送到众议院 众议院可能会不会有意见 会不会有不同意见 那另外一回事 因为美国是两院制 参议院一百席 各州都是两席 美国有五十个州 就是一百席 主席是副总统 所以参议院要开会的时候 最多人数就是一百零一 通通到期 加上副总统 美国众议院不一样了 按照各州人数的多寡 人数少的 像最多的人数 四千多万 加利福利亚州 他的这个选的众议院最多 那人数比较少的夏威夷 还有阿拉斯加 这比较偏远的地方小岛 或者阿斯加是在北极那个地方 在各个白令海峡跟俄罗斯 两个就是对望的 这个是当初在19世纪 美国花了820万 720万美元买向俄罗斯买的 俄罗斯还认为这不毛之力卖掉 这是最可惜的 美国最后来最成功的一笔交易 就是阿拉斯加了 好那我们不管 这是另外提外之话 我做补充 那这个就变成这个保持弹性 到底是不是台湾代表处 这还有待参议院大会 就院会的这方面的 这方面的来讨论 然后再做决定 再做定夺 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这一个 删除的 美国在台协会 AIT American in Taiwan 美国在台协会 Association in Taiwan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这个处长的任命程序 比照美国驻外大使 你看这个就是大使馆 ambassador大使 那为什么这个差别 这个差别就是 他要经过参议院任命同国 要经过参议院同意 要经过参议院同意 总统来任命 变成这个样 那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这个代表处理处长 这个就具有大使的身份了 那这一条呢 在这个外交委员会的时候 送到外交委员会的时候 在通过的时候 移除这条没有 因为这样的话 就形同派了台湾大使了 参议院同意 美国总统任命 变成这个样 好 那我们看这是外交部分的 分这两条 都有做局部的调整 还有这个方面的 做移除了 我们就不要由参议院 来同意 然后总统来任命了 然后另外一个 从军事 军事有两条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条 将台湾列为 主要非北约盟友 主要非北约盟友 但是他有做调整 主要非 No NATO No NATO Align Align就是盟友 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现在变成调整为 以主要非北约盟友 等这个同等方式 加了四个同等方式 就是 有点就是 不是直接的啦 这个就是等同 就是同等的方式 对待台湾 对待台湾 非北约 非主要北约盟友 非主要北约盟友 等同方式 同等方式都可以 看得怎么样去翻译 这是第一个 他有加了四个字 这个同等的方式 不是强调这个比较直白 主要非北约盟友 就主要非北约盟友 这个是比较间接 这个比较直白 调整的比较间接一点 好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 就是军事这一方面的 军事盟友 未来四年 未来四年向台湾 提供45亿美元 外国军事融资资金 融资是要还的 我融资我借你 是我借给你 我借贷给你 我贷款给你 你买45亿美元 你乘以30 1350亿台币 你一比30来看 1350亿台币 就是45亿美元 但是这个军事上面强化了 强化在哪里呢 你看到 强调45亿美元为无偿的 无偿啊 不要回偿 不要还给我 无偿 无偿军事援助 这个本来是有偿的 你要还 这个因为有什么 因为这是讲到的 融资 融资是要还的 无偿是不用还的 你看 各位看 无偿军事援助 再加码 五年 第五年 这个是前面四年 第五年的时候 要提供20亿美元 那是45 加上20 所以加起来是整个是65亿 因为这是在第五年的时候 提供21 或者军事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军事上是强化了 而且条件变优渥 为什么提供 它无偿 变成无偿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 这无偿提供就不一样 会算是强化了 我们从 第五年